大家好2021年3月30日第三部视频 昨天29号央视又播了这个扫黑除恶第四集 治乱清源 在里面说了很多这个很高大上的话 什么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之乱 民之所愿见之所止 欺压百姓扰乱市场 这些都要进行打击 然后呢他举了几个案情的例子 我们来一看看一看 是不是如他所说 这是民之所愿 还是借着扫黑来对很多其他的领域 或者是中共所关心 所这个重视的地方进行清理 并不是民之所愿 而是中共之所愿 那我们看看都有什么案情 然后一个一个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分析分析 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呢 叫云南的一个叫做所谓黑社会 大理的 这个人呢叫邓丽勇 是一个黑社会组织的首领 他干什么了呢 是霸占了大理市多家酒吧 KTV低厅等娱乐场所 同时还开了16家地下赌场 辐射整个大理市 说句实话 这也就是地方上的一个小势力吧 你说是黑恶也行 你说是一个游走在边缘的 这么一名娱乐界的商人也可以 还算是我看了一下内容吧 还算是一个靠靠上谱吧 还算是一个黑社会 后面两个还真的不算 那我们一个个的看 说邓丽勇干了啥呢 是组织200多名这个妇女卖淫 其中包括未成年少女 那这个是需要打击 同时呢 他还勾结了大量的这个公安 检查文旅工商税务 多部门的公职人员 累计从这个卖淫呢 获利3000多万 赌博呢 没说多少钱 其他的生意没说多少钱 抓捕了很多有牵连的这个 政府工作人员 比方说大理州公安局特警支队 政委啊 什么开发区派出所所长 等等等等 这几个人呢 不仅从那收受好处 而且因为他们提供保护伞 这个去娱乐场所呢 直接免单 到那儿呢 可以和这个失俗妇女啊 这个进行交易 就不用给钱了 至于来玩玩乐更不用说了 他们呢 经常给他通风报信 这些政府工作人员 为了防备被查 因为都很清楚 微信也好 短信也好 都容易被查 经常用一些黑话 比方说 今天天气不好 下雨会有大水冲到你家里 把你家具给冲毁了 其实呢 就是说是要来检查了 小心到你的场所去 把你的赌博机 把你这个卖银人员 进行没收 或者是抓捕 这个案子呢 当做一个今天的 在节目之中 当做一个今天的 一个重中之重 推敲大家 这个是一个影子 给你一个感觉 确实这个是 算是一个黑社会吧 但是他你说是多重的罪行吗 我估计跟一般老百姓 这个什么明知所愿啊 老百姓这个意见很大 有点靠不上边 一般人也不去那种娱乐场所 其实去的呢 更多的呢 都是这个公职人员 以及围绕着公职人员 所从事这个商业行为的一些人员 才去这些消费场所 其实跟老百姓 毛关系没有 就是忽悠人的 这第一个案情 为什么把这个当做 第一个案情呢 因为他要带出来 把你个心理啊 给你一个暗示 带出来后边这两个 也是明知所愿 但后边那两个呢 压根跟这个明知所愿 跟这个黑恶 没什么关系 那我们看看 直接把这一个就跳过去 不听他这个继续 从那在中打费篇章呢 第二个是什么呢 他举了一个例子 是沙坝 对沙坝玲珑人 对中共对沙坝 确实玲珑人 为什么呢 因为沙石啊 中共大概是在三年前吧 把沙石呢 列入了国家矿产管理的这种范畴 过去呢 都觉得这个沙子好像是不值钱 你说煤矿 你说金矿 金矿中共一直都是专营 不仅开采的是专营 而且呢 还有专门的黄金部队 武警黄金部队 专门来负责这个查找 开采 运营 运输 等等这个重要环节 中共最喜欢的两个东西呢 一个是黄金 一个是美元 这个黄金呢 是格外重视 那其他的矿产呢 随着这些年呢 中共认为都是国家的资源 哪怕你在江里边捞出一个乌尘木来 也认为这是国家的啊 挖出什么文物来 这都是国家的啊 你都得上交 千万不要让国家知道 否则 哪怕是你自己家祖坟里的东西 那也得上交 那也是国家的 随着这个金矿 什么铁矿 铜矿 更不要说其他的稀有矿石了 哪怕没矿 当年是你通过技巧也好 是合法买到的也好 拍卖的也好 都被强制收归国有之后 这个沙矿也被收收回去了 他这个节目之中呢 所做的这个沙巴 沙巴节目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是在湖北荆州 那个地方呢 是长江的黄金水道 产大量的这个沙石 从那个河里面 从长江里面 可以开采出很多这个沙石来 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沙石用量非常之大 为什么 因为中共号称基建狂魔 这些年不断的刺激铁攻击 还有这个房地产 都要用到大量的沙子 有朋友说这个沙子含有两个地方很多 不用说是到河里去吧 你比方说海里 你比方说沙漠 但其实这两个地方呢 沙子呢都不能用 海里呢因为它含碱 你把它捞上来晒干之后 里面有大量的盐分 你怎么去除盐分是个问题 你得拿水洗 这成本就上去了 如果不洗里边含有盐的话 直接用于施工 多少年之后 这个墙面就会减化 然后呢 就是这个强度就会缩小 一碰到这种地震啊 或者什么 甚至不地震 它也会开裂 所以它根本就不能用 至于沙漠呢 那个沙子的粗细啊什么呢 也不符合标准 同时也含有这个大量的碱性 再一个呢 就是运输也是个问题 沙漠都集中在一个地儿 你怎么从这个内蒙的沙漠 或者新疆的沙漠 你怎么运到内地 东南沿海呢 所以这个不现实 真正的沙石来源呢 都是来自于遍及全国的各河流之中 这是最大的沙石来源 那你说这个 它这个案情里边 举的盗帽王山的理由呢 就是一个是采沙 影响这个 最重要的是影响这个河堤 河道安全 你把河道里边的沙子挖了 河堤呢 一边高一边低 可能它那个基础呢 就不牢固了 引起这个河堤不稳 容易造成这个大坝崩溃 所以呢不能挖 第二呢 就是引起这个河流里面的 这个水渍 水生植物动物的 这个环保问题 他们的生存环境被破坏了 不能挖 第三呢 就是挖的时候呢 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这个施工噪音 影响居民休息 这更是胡扯 大多数河道都在荒山野地 这个没有什么居民 最多附近有点村民 如果你正常白天挖的话 它也不会影响这个村民的休息 那这样不让挖那些沙子从哪来呢 有证 发给你证呢 你就能挖了 那难道有证呢 它就不影响河堤 不影响这个大坝安全 难道有证呢 就不影响水生的这个动植物的这种生存环境 难道有证呢 它就不产生噪音 所以呢 它这个理由站不住脚 它不让你挖呢 就是啊 要需要发证 中共变相的把所有河道之中天然存在的资源 哪怕是一粒沙都占为己有 你就要想挖 你凭你自己的本事来挖 可以 但是呢 我得给发给你证 要想拿证呢 可以 请交钱 这你要到矿产资源部 当地的矿产资源局 去申请 到水利局去申请 还要到当地政府去申请 还有到抗洪等等的所有部门去申请 一个证办下来 几十个章 甚至上百个章 多少环节对打通 里面有大量的腐败 有两套钱 一套是中共收的名钱 一套是所有的这个把着章的这个人 能说上话 能管上事的这些人 对给你要的好处 所以办下这个证来之后 这个沙子的成本非常的高 沙子必然还能用 因为有铁工机 因为有这个正常的这个房产开发 那就你要想做这个生意 就必须得办证 那他打击是什么呢 打击的是这个没有办证的人 来挖沙子 因为办上证成本太高了 整个建筑市场也无法承受 那怎么办呢 就不办证 不办证呢 省掉哪一块钱了呢 各关口还会查你 你比方说矿权资源局 这些把章的所有带章的人 都会查你 都不允许 那你能省哪块钱呢 你就这些盖章的人的好处 一分你也省不了 还得多给一点 你省的就是名义上给中共的那一部分钱 给政府的 给矿权资源局的这些钱给省掉 那这样中共打击 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这个采沙 没有什么沙坝 并不存在沙坝 你只要能办下证来 你就采 办办下证来 你就要偷采 其实呢 他打击的呢 是影响到中共的收录的这一部分人 这就是他要打击的 当然他盖上很多高大上的帽子 又影响了中华民族母亲和了 又影响 那那小小和不是母亲和 那那小和影响了吗 这个罪名扣不上吧 那也不行 反正就这么个意思 在这个节目之中 盖上高大上的帽子 影响母亲和了 影响这个动植物安全了 水生资源了 又是影响这个村民 周围居民休息了 这都是胡扯理由 关键是 他没有说的 影响了中共的这个收录了 但是没有影响那些具体办事的人 那所以没办法 你吃着拿着我中共的 给我当奴才 我给你这个都是公务人员 待遇不低了 你现在还吃里怕外 那就得抓 那我们看看这个案情里边 抓了谁呢 抓了这个 叫做湖北松兹 扫黑办 收到群众检局 说是当地有很多人挖沙 非法踩沙 都是地方一霸 人家哪霸了 就是晚上偷偷开着船踩个沙 霸着你了吗 毛都没霸着 这个 然后随着这个案情进展 抓获了很多这个大鱼 这些挖沙的呢 就是投资都很大 一个船呢 甚至要1800万 很多股东一起凑钱 那其实就是一个商业行为 只不过影响你中共的利益的 他们为了能挖沙呢 又又不办证 因为办证呢 成本太高 就找了谁呢 水政监察大队 副大队长 这个姚金勇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官员 什么矿产官员 还有其他的这个职能官员 然后将这个形成了什么呢 形成了就是对他们的默许 规定五个条件下不允许开采 其他的时候都可以都可以采 就是什么呢 白天不能采 显断不能采 就是对水利涉事有影响呢 有检查的时候不能采 讯息的时候不能采 其实这个呢 不用说 有显断呢 他们也不想添麻烦 不会把大坝挖垮的 这个白天白天不用采 不用说 这就是偷偷摸摸的事 检查的时候谁采啊 这个讯息呢 他谁采啊 水那么大 他也过不着啊 那个施工成本大量上升啊 同时呢 为了应付检查 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 呃 组成了一个联营船队啊 就都是这些投资的这些杀厂商人们 自称采杀协会啊 然后呢 分工协作 呃 今天你出去采 明天我出去采 大家呢 这个也别闹 也别强 然后呢 执法的这些人员呢 就睁着眼 闭着眼 甚至检查的时候呢 这个韩安把他们的船呢 装模作样都停在那里 呃 挂上横幅啊 禁止采杀 呃 把沙子打扫干净 呃 这个 表示这些船都被封存了 呃 其实就这么个意思吧 这个案子呢 主要是动了中共的这个利益 呃 中共呢 就是把国 把这个人民所有的大自然所恩赐的建筑上所必须的杀石给垄断了 当做中共的一个裁员 这是第二个案子 所以所以说这个案子呢 跟什么扫黑除恶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第一个弄一个黄赌毒来 就是为给你洗脑 给你一个暗示 第二个呢 其实讲的呢 是你敢动中共的利益 就把你抓起来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 第三个案子什么案子呢 是哈尔滨的电力系统理事兄弟 是黑暗 这个 哈尔滨这个电力系统理事兄弟 我感觉 射黑暗也谈不到是射黑 也也算吧 你说更多的 它是一种叫权钱交易 这种叫公权私用权力寻租 你说射黑也也擦边吧 但是不完全是 同时呢 他这个案情呢 你说重大吧 也重大 但是呢 在电力系统呢 真正有大鱼 他根本就没有动 这都算是电力系统的小鱼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处的这个电力行业 属于就说是 利润比较少的地方 那我给你讲一讲啊 这个 说是李氏兄弟 这个 李伟 是哈尔滨市电业局副局长 他呢 有大量的豪车 什么老斯莱斯 宾利汉马 限量版 克莱斯勒 限量版老爷车 光刚女王 好像是光刚是日本车吧 上百辆豪车 价值尽异 不是车展 其实呢 这都是李副局长的私人交通工具 然后呢 还有一个李瞳 李瞳呢 是李伟的弟弟 他李瞳有什么呢 有这个清代的蓝底莽婆 有雍正年间的这个龙儿灵苦盘 乾隆的这个粉彩花卉大碗 石油粉彩花瓶 各种这种瓷器 古玩 这个 这个呢 也不是展览 是谁的呢 是哈尔滨电力实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李瞳 这个电业局是干什么的 电业局呢 他就是这个叫做 供电 供电部分 算是电网的一部分吧 据我了解 我了解 也不是太多 应该属于国家电网的一部分 电力系统呢 基本上他们的 除去这个像依附的 科研部门 设计部门 你比方说电力研究院 电力设计院之外 主要的生产部门呢 就三大部门 一个电源端 电源呢 就是常说的电厂 你比方说有热电厂 有水电厂 有核电厂 这叫电源 就是发电的地方 这是第一大部分 第二部分呢 就是书电 书电 国家电网 这一部分有谁呢 主要你比方说是 国家 很大的用电网 特什么特超高压 超高压 这个 然后呢 这个在线路之上呢 送到地儿呢 有什么呢 有这个变电 变电站 这个 这个储能电站 呃 储能这个 储能水库 把这个水 比方说 电电用不了怎么办呢 在电网上 它不可能浪费啊 那么始终在发着呢 一直都在上网 因为中国的这个电力呢 它并不是说是按照需求来 它有很多这个龙鱼 呃 也有很多呢 就是你甭管需要不需要都得发出来 发出来怎么办呢 它又没有那种巨型的电池可以存 在电线上 用不了 它也不可能在 凭空上消失 就建一些这种抽水蓄能 呃 在高山上建一个 大的水池 然后呢 把这个 多余的电力呢 通过 这个抽水机 把它 多余的电力消耗掉 怎么消耗呢 抽水机一转 电不就没了吗 那个抽水机抽的水 干什么呢 运到山上去 运到山上的这个水库里 等着这个 万一这个电力不够的时候呢 山上的水库呢 就往下泄水 泄水呢 时候呢 带动这个 水坝上的那个发电机 这样就把那个 高处的这个水 所具有的势能呢 又转称 转换成电能 然后又发出电 又还到这个电网上了 但这个损耗很大 基本上你这个 从这个抽水往高处送 然后再从高处的水 再冲下来 把这个水的势能再变成电能 基本上这一圈下来 你总花费这个电力 最后你再还回电力 估计也就是说 你比方说 10度 你这个发的电 往抽水去呢 蓄的这个电 你花费10度 你也就是最后能还回来 也就有两度电 也就这么个情况 也就是这么个能耗比 这说是这个叫做 叫做书店 这一块 国家电网 书店这一部分 第三部分呢 就是卖电 卖电呢 就是供电局 这个 现在我也搞不清楚 这个卖电和国家电网 是不是合并了 基本上好像是给合并的 那个意思 那个谁呢 李 李伟 就是属于这个电业局的副局长 他呢 就是属于 咱就暂且吧 叫做国家电网的这一块 他呢 就说是把控着这个电力方面的 你比方说一些新建的小区啊 新建的商业卢宇啊 新建的工厂啊 你得用电吗 你得用电 我就不给你配套 你要想配套呢 按行规也好 按这个国家政策也好 电力法也好 你得交配套费 你交好配套费 我这个电力企业呢 电网呢 才会把你接进来 为什么交这个配套费呢 我帮你建变电站 帮你建配电柜 配电箱 你让电到你这儿 你交电费啊 还用不上 因为呢 对吧那个电能啊 转换到你小区里边 从强电边落电 这个设备呢 电力部门只收钱 呃 只收你只收你电费 不会管这一块的 你还得把这一块 你得交上 这就是中共的一个恶霸行为 那这个配套费呢 他就什么呢 把这些设备啊 这个要建设备的这些钱呢 收回来之后 呃 敲诈完之后 然后呢 除了公用的之外 自己呢 在额外呢 在可能再敲诈一块 然后把甭管这些钱 拿来之后 你得去建设吗 建设呢 就交给这个电力实业集团公司 去做 这也基本是电力的一个行规 电力实业集团公司呢 一个呢 就是把持着电力行业的 主要是供电局 和配电这一块的 这个工程施工 呃 你比方建这个 配电的这个硬件设备啊 你比方 呃 配这个电楼子啊 呃 电站啊 呃 同时呢 里面的设备 你比方大大小小的配电柜 配电箱 呃 这个电力开关啊 这些东西 呃 由他来提供 或者由他来建设 由他来采买 这一块呢 就属于垄断 由电力当地的电业局 开一个电力实业公司 来进行垄断 而这个电力实业公司呢 就由这个 李局长的弟弟李同来经营 那李同呢 还有一个哥哥 这个哥哥呢 就是李伟的另一个弟弟 是李同的 就是反正就是哥仨吧 那个人呢 自己呢 在出去呢 搞一些这个 开了一个这个私人的公司 这个私人公司呢 就负责呢 把设备和施工呢 卖给这个国营的电力公司的 实业集团公司 和人呢 就是 大哥电业局 从正起不分的电力局 从这个用户呢 收到配套费 然后呢 把这个要进行配套设施建设 然后呢 把这个钱呢 就交到 他弟弟把持的 这个韩式工友的 实业集团公司 实业集团公司呢 把这个钱呢 再交 再转包给谁呢 转包给自己 另一个兄弟 那个私营的 这个 能提供设备 以及提供具体施工的 另一个叫做 李 李什么来 反正叫李啥吧 反正李老三吧 咱叫 交给李老三 这样呢 整个呢 他们兄弟仨呢 就把用户所有的配套费 和这个好处 三个人就 从吃干嘛净了 把正常的利润 非正常的利润 就给都垄断下来了 就打击了他 把这个案子 当做一个重中之重 说哥斯安尔查了 有多少豪车 有多少文物文案 有多少套 几十套房子 收了多少钱